剿灭伊斯兰国,美国战机瞄准叙利亚 13年前的今天,这个画面正式开启了美国对抗伊斯兰圣战组织基地的漫漫长路 美国总统欧巴马主张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 现在却碰上了虚拟派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过去一个月来,欧巴马只有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被外界批评太谨慎 他预计将在今天,911的13周年纪念日,发表对抗伊斯兰国的计划 前天他也已经向国会领袖争取批准约150亿台币的预算 训练并且武装叙利亚反抗军对抗叙利亚纪念伊斯兰国 叙利亚反抗军与美国反对的总统阿塞的政权交迫 城城政府军以打击伊斯兰国的名义空袭反抗军所在地 伤及许多平民百姓 而反抗军组织其中的黎凡特自由人伊斯兰运动 前天晚上在西北部遭到伊斯兰国大规模炸弹攻击 包括领袖在内共有28人丧生 东西卫兰在内共有30人丧兰国大规模炸弹